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好朋友 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我今天去做了个头发 你不是昨天刚烫了卷发吗 怎么又拉直了 怎么样 你觉得好看吗 呃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我觉得这个师傅的手艺不太好 这次确实是个新手给我做的 没关系 其实还挺好的 那不行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我明天还是再去烫卷好了 哈哈 再见 如果这样的事情 Lily Lily 对小白说 他今天去做了个头发 女孩子通常比较在意自己的发型 发型 haircut 做了个头发 意思是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一个新的样子 可能是把头发剪短了 也可能是把头发烫卷了 做是一个很常见的动词 除了说做饭 做菜 做功课 做运动以外 你还可以说做头发 做spa 做按摩等等 小白问莉莉 你不是昨天刚烫了卷发吗 怎么又拉直了 烫卷发意思是curl your hair 注意这里的动词是烫 我们常常说烫卷发或者烫头发 除了烫卷发以外 我们还可以说烫火锅 hot pot 或者水太烫了 water is too hot 小白还提到一个词 拉直 拉直的意思是让头发变直 和烫卷发相反 小白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莉莉昨天把头发烫卷了 今天又换了新的发型 莉莉说 怎么样 你觉得好看吗 问别人看咋的时候 你可以说 怎么样 莉莉想知道 小白觉得好看不好看 小白说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 真话 假话 虽然我们都知道真话是对的 但是我们常常更喜欢听假话 尤其是女孩子 可是小白对莉莉说了真话 她说 我觉得这个师傅的手艺不太好 师傅在这里指给你做头发的人 你可以叫给你做头发的人师傅 也可以叫他理发师 理发师 师傅还有很多别的意思 比如你坐出租汽车 开车的人 你可以叫他师傅 在学校的餐厅 卖饭菜给你的人 你也可以叫他师傅 在中国的大学里 你常常可以听到学生说 师傅 麻烦你 多给我点菜 小白说 这个师傅的手艺不太好 手艺 意思是 技术 或者 水平 小白觉得这个师傅的手艺不好 也就是他的水平不高 做头发做得不好 手艺这个词 你也可以说 做饭的手艺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他做饭的手艺特别好 那你就可以常常吃到好吃的饭菜了 莉莉说 莉莉说 这次确实是一个新手给我做的 确实 意思是 的确 表示 莉莉同意小白说的 莉莉还说了一个词 新手 新是新旧的心 手是手机的手 这个词的意思是 没有什么经验的人 比如 你刚刚学会开车 你可以说 你是一个新手 跟新手相反的是 老手 意思是 很有经验的人 比如 小白常常玩电脑游戏 你可以说 他是 玩电脑游戏的老手 小白说 没关系 其实还挺好的 小白不想让莉莉不开心 所以他说 其实还挺好的 挺 是中国人常常用的一个词 你可以说 今天天气挺好的 你的衣服挺漂亮的 注意 用挺的时候 不要忘了后面的 得 比如 咖啡挺好喝的 中文挺有意思的 虽然 小白说 莉莉的发型 还挺好的 可是 莉莉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完美意思是perfect 莉莉追求完美 意思是 她希望自己什么都好 非常非常漂亮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 莉莉打算明天再把头发烫卷 我们复习一下关于做头发的词 烫卷 是让头发变成卷发 拉直 是让头发变成直发 剪短 就是让头发变短 你也可以说 做头发 做发型 最后 小白说 呵呵 再见 她觉得 莉莉的头发 一会儿卷 一会儿直 很有意思 可是 她不知道 在说什么 所以 她只好说 呵呵 再见 好 想念 我们再听一遍 小白和莉莉的对话 我今天去做了个头发 你不是昨天刚烫了卷发吗 怎么又拉直了 怎么样 你觉得好看吗 呃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我觉得 这个师傅的手艺不太好 这次确实是个新手给我做的 没关系 其实还挺好的 那不行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我明天还是再去烫卷好了 呵呵 再见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EspressoChinesePod.com 免费下载学习资料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的网站 at EspressoChinesePod.com Disability Download Conversation Transcripts for free Download Conversation Transcripts for free comment dis 가지